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慈悲 有一个关于一位法师 这位是修炼非常好的高僧大德 他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在古时候有一次战争当中 一位士兵正要用枪对着一位老法师 要把他杀死的时候 这位法师对着那位士兵说 阿弥陀佛你能等我一下吗 这个士兵话还没听他说完 跟他说早晚也是死 你为什么要等啊 这个士兵的话没有说完 这位法师突然腾空而起 飞上树杖 瞬间又坠落下来 但是落地的时候 竟是盘腿而坐 原来他已经进入了涅槃禅定 神势脱禅而圆聚了 他的眼角还挂着一滴晶莹的眼泪 法师为什么会瞬间作画呢 原来在佛经上记载 杀阿罗汉出菩萨身上的学者 都要堕落乌坚地狱 这位法师悲悯 这位要杀他的小兵 为免他造下如此大的恶业 宁愿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眼角的泪正是莲花上最美的露珠 所以我们人内心最深处的慈悲 被这么激发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在看见别人死的时候 才会感动 因为当别人还在跟你生活的时候 你没有这份感动 在人间我们会遇到很多可恶的人 要生气的事物 眼睛要经常浮现出 这位老法师众生飞起的声音 那飞起的声音当中 拥有着无限的慈悲 让我们所有的气和恨都会消失 所以拥有慈悲心的人 就不会去怨恨或者气恼 我们做人就不会生气 让我们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让我们的心紧紧地和菩萨在一起 让人间洒满慈悲的光啊